新闻一开始我们带您看到中共两会昨天闭幕 张平龙的广场经常有炸弹恐吓 而今天上午10点多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五家岭 又发生摊犯当街砍员 造成爆发袭击者在内共6人死亡 目前当局将行凶动机解释为四人口角 但人员引发议论 触目惊心的画面遭砍杀者横岛路旁 这起血腥砍杀事件就发生在上午10点15分 湖南长沙五家岭开福区国庆新村菜市场 警方微博仅简单提到 两餐饭发生纠纷互殴 一人遭对方砍死 行凶者逃跑中砍伤四位无辜路人 两人当场死亡 两人送医不治而凶手被当场击毙 而中共官媒新华社则称 发生冲突者名为海比尔·图尔迪·买买提·阿卜拉 从照片上看到一名留胡子男子被压制上警车 当地业者描述 香港雅虎引述目击者称 表示凶手有新疆五人 跑了三个 但消息能带证实 事发现场附近的一所小学 今天中午所有学生站不放学 担心的家长赶来校园 虽然目前没有恐攻证据 但因为案件发生在中共两会闭幕后隔天 也就是314西藏抗暴日当天 格外敏感下引起外媒瞩目议论 新唐人在电视中国新闻组才能报道